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中共的正部级的官员 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行长 有一番说法看上去是很大胆 很直接 可以说是喊出了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官员的新声 当然这个新声中共的最高层 比如说习近平和他的团队 能不能听得进去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先来看看易刚是讲了些什么 其实他是作为中国的政协常委 6月6日发言所做了一番讲话 但是到了6月13日 中国的人民日报又刊发了出来 现在能够看到讲话的影响力仍然在发酵之中 不少人是觉得有一些突兀 有一些奇怪 为什么这么说呢 相关的原因之前先来看一看易刚是讲一些什么 他特别提到要坚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 要坚持推进法制化的建设 要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这三个内容可以简单理解成为 易刚作为中国的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 每一个要点虽然是很宏大 但是下面的内容确实都是重量级的 快速的分享一下 在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个要点之中 易刚就表示要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主线深化市场化改革 重点是什么呢 减少要素市场上妨碍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的限制性措施 减少消费领域干预和限制自主消费的政策条款 能由市场解决的问题配置的资源 政府应充分尊重市场 政府作用应主要体现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提供公共物品应对市场失灵上 在坚持推进法制化建设这一点下面 易刚特别有一句强调 政府治理要依法透明 恪守契约 公平公正 要坚持社会和舆论监督 第三个要点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这个环节之中 易刚是强调 要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必须稳步扩大规则 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营造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 易刚啊 今年三月份是刚刚满了66岁 他能够说出这番话 敢于说出这番话 一方面其实不是让外界感到特别的意外 因为他一直被认为是中共体制内的改革开放派的代表人物 代表性的官员 一方面 他是美国的海归 在美国有长达14年的学习和教书的经历 他是拿到了所谓的六四血卡的美国的绿卡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美国的经济学博士 而且是在美国的大学之中获得了终身教师 在中国正部级的官员中都是非常罕见的 回到中国已经是到了1994年 他是首批回国的经济学者 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 是发起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将中国的经济学的研究是带到了比较高的水准 同时也是为中共最高层的决策来提供意见和建议 接下去第三个 他之所以备受好评 就是因为他在央行工作了20多年 在2018年的3月 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1年之后 他接替了周小川 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一直任职到2023年的7月份 一般认为他和中国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是习近平在经济决策上的左膀右臂 一纲服务央行是26年 在不同职务上都是多次强调 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成为中国央行的行长 五年期间五年多的时间之内 他的货币政策的取舍 金融业利率汇率市场的改革 应该说还是得到了好评的 所以他讲这些样的话 是不是那么让人意外 但是接下去要讲讲 外界感到意外的几点了 第一点 易刚讲这个话是6月6日在政协会议上 接下去6月7日 中国政协报就已经摘登了他的这番发言 但是当时是没有引发太多的注意 一直到6月13日这一次 经过人民日报又一次的刊发 现在就得到了很多的关注了 短短一周之内是两家央媒把它发了出来 所以现在有些议论呢 看得很清楚 比如说是不是有三朝国师之称的 目前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是想借易刚的表态 来对外放出一些意见呢 亦或是中国的文宣系统 围绕着中国改革的路径 到底是市场优先这一块 还是要党管一切 哪一个摆在前面 有了不同的看法呢 在发酵之中 第二个比较怪的地方 您看人民日报 它是发言的政协的委员常委 一共是14位 别的13位 都是结合过往所担任的职务 比较具体的谈 既意见和建议 比如说和易刚 同样退了二线的 中国政协常委王志刚 之前是担任 中国的科技部部长 他6月6日现言的一个主题 就是围绕着科技创新 别的委员都差不多 只有一刚 现在看上去是说的很大 或者是高屋建林 要进一步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易刚过往 在中国政协也有过发言 但是切口都比较的小 主要也是谈他的老本行 货币 金融 利率 汇率等等 第三个易刚的讲话 之所以让外界感到比较意外 当然是说 他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表态 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习近平过去的说法 东西南北中 党是要管一切的 时不时要提起 最近的一个例子 就在6月11日星期二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根据中共央媒披露的消息 作为中共中央深改委主任的习近平 就强调了 完善中国特色 现代企业制度 必须着眼于发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加强中共的领导 完善公司治理 推动企业建立健全 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 正习分开 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他的这个说法出来 虽然是打着深化改革的民意开的会 但是明眼人一看 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中国官方还是制定了方向 民企就是得跟着官方的指挥棒来走 包括你要搞所谓的现代化 大企业治理都得讲政治 关于习近平 其实最近三中全会之前 西方媒体对他的批评是比较的密集 比如说有美国媒体就特别提起 习近平经常被认为 是一个世代以来 意识形态最强的中国领导人 他不信任资本的力量 多年来一直在竭力确保民营企业 遵循共产党设定的时程和目标 对他来说 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毕竟中国的制度一直由国家行为 而非私人行为主导 且长期以来 中国企业家都听命于中共指挥 西方媒体的批评 认为习近平是和中共之前的领导人 有明显的区别 比如说中国几十年以来 是一直让民营企业在经济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习近平口头上是这样提 但实际操作中 是背离了这一条路线的 强调中共的控制高于一切 这就意味着 中国共产党会加强对资金流动的引导 对企业家和投资者及其获利能力 设定更严格的界限 在某些情况下 现在已经能够看到 中共甚至是试图接管 当局认为失控的企业或部门 将其纳入国家控制 中国政府最近处理房地产危机的方式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透过这样的细节就能够看到 习近平那就是讲政治 讲中共的要压倒一切的 易纲强调的要相信市场的逻辑 相信市场的力量 这就形成很大的反差了 其实人民日报所刊发的易纲的发言 核心的要点 周七仁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位 他是参加了5月23日 习近平和企业家专家座谈会的 并且是发了言 我是联系了周七仁教授的 周七仁就很简短的回应 改革靠冷的时候坚持 热一阵就过去 没有什么益处 所以咱们别趁热而上为好 等于是说婉拒了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怎么样的一个走法 他拒绝置评 包括5月23日以来 中国大陆的媒体 似乎也没有看到 周七仁先生的很多的声音 所以易纲这一次的发言之后 会不会有不少人 包括比如说包括周七仁教授会做跟进呢 得等等看 三中全会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中共最高层关于神话 改革是有一些说法 但外界其实并不那么相信 全会之前 易纲会不会被处理 会不会被冷藏 这个也有不少人在议论了 或者易纲之后 果然又突然 这两天声量大了 体制内的官员 学者都敢于 都敢于说话了 那也许 人们还能看到一点 新的希望 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宝贵时间 还是有请您 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谢谢 请不吝点赞